第306集 次日 叶琴皇甫冰儿带着满脸喜悦兴奋的白秀 是离开了白富城 来到了临海城 然后又从临海城的传送镇时 前往了血色之海的一个据点 叫血沙据点 而就在叶琴等人在临海城传送镇消失的时候 中央广场的不远处的 一处阁楼之内 立刻有三名洋装随意交谈 一直盯着传送镇的万罗公金丹修士 深情那不由的一变 他娘的 咱们监视姓叶的二十多年 总算发现他去血色之海了 快 你们两个人洋装成去血色之海闯他的修士 立刻去传送点跟踪他 我立刻回去向少公主禀报 其中一名为首的修士说道 另外两名金丹七修士呢 是点头应了一声 匆匆地赶往 叶琴三人消失的传送镇出 林海城甚为有名的 有一座仙赖楼 万罗公的少公主王世伟 正大手捏着一个 美艳妖娆的女子 丰满的苏兄 满脸的迷醉 这时一名万罗公的金丹七修士 是神色匆匆地登上了阁楼 然后就扶在了王世伟的耳边 传音说道 少公主已经监视到紫监公的叶长老 前往了血色之海的一个据点 和他随行地只有他夫人 还有一个土族的侍女 并没有原因其修士 哦 他在林海城一待就是二十年 终于肯离开东海了 真是天助我也呀 没白花费本少主数十年功夫 自从那次在血色山阁交易会上 与叶琴直接冲突后 他是一直在等着机会 因为在东海修仙界 不论是林海城还是白福城 那机会太多 根本是施展不开手脚 只有在混乱的血色之海 他才能动手铲除叶琴这个 眼中钉肉中刺 这个机会可是等了二十余年了 王室伟是心中笃定杀鸡必现 哼 要不是公主再三有所交代 不能公开和子建功决裂 否则本少主就直接把他给杀了 既然机会来了 就暂时让你先多活几天吧 一道白光闪过 叶琴等人就出现在一座 树丈大小的古传宋镇上 这血沙据点是建立在一座 海岛山崖峭壁内 周围是不少巨木搭成的房屋 上面挂着东海血海各个商会的招牌 这些显然都是各大商会在血沙据点开的商店 在这里可以购买到各种材料 以及珍稀之物 一些修饰是懒洋洋的守着店铺 还有稀稀拉拉的金单中后期修饰是神色匆忙 带着自己从海上捕获的妖兽材料 跟店里的修饰在做着交易 他们是偶尔的望向叶琴却是小心警惕着 显然对出现在据点内的陌生修饰颇为戒备 并而且这就是修饰口中凶险莫测的羞涩之海呀 看上去也没什么稀奇的呀 白秀是东张西望的看了一会儿颇为好奇 但是却没有发现附近有妖兽 原本的兴奋很快就消退了 他那是不敢打扰正宁神观察四周的叶琴的 只好找一旁的皇甫兵儿是轻声说着话 夫君这个据点寻宝修饰很少 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我对此处据点的了解 也仅限于子建宫修饰传回来的一些情报 具体的情况还要慢慢探查才行 我们先去店铺之内买几份海图吧 叶琴说道 随后呢 叶琴便在店铺之内花了一千块下品零食 购买到了三份最详细的血沙据点海图卷轴 买完之后 他朝店铺内的一名伙计是奇怪的问道 这里为何没有原鹰奇修饰镇首呢 万一被妖族修饰发现 这个隐蔽的传送据点 顷刻间就会被毁掉的呀 这地方偏僻鸟不拉屎 连八九街的高级妖兽都不多见 不要说妖修了 这一带偶尔有妖修出没 但是血沙据点那么大 哪个妖修有那闲工夫来这一个隐蔽的据点呢 再说 毁了就重新建一个呗 那伙计呢 一副没兴趣搭理的样子 继续说道 看这位道友的样子是新来的吧 看在你一口气买三分卷轴的份上 告诉你一个好事 天道蒙和天蒙蒙已经颁布杀妖令了 猎杀一名十阶以上的妖修 把尸体送到天道蒙或者是天蒙蒙 重赏原鹰丹一枚 以及其他彩虹若干 你要是真的发现十阶以上的妖修 并且真能把他杀了 那可就壮大运了 你一个人就别去送死了啊 最好是一群金丹后期修士 合伙去干这个买卖 说不定真有机会得手 叶钦文言眼皮一跳 很是乌语 金丹期修士 逗十阶要修 那不是找死是什么 他呀也没二话 转身便离开了店铺 而就在这时 两名打扮很像寻宝修士的中年男子 金丹中期修为 从传颂真之上就出现了 进入到这间店铺 一下子就见到了里面出来的叶琴 两人一愣是强笑了一下 继续地进入店铺之内 叶琴是有些奇怪 这两个人对自己似乎是有些畏惧 但是呢 他也没有太在意 毕竟金丹中期修士 对金丹后期修士有些敬畏 这在修仙界 那也是很正常的 随后叶琴驾驭着乌云丈 带着皇甫兵儿还有白秀 从隐蔽的血沙据点就飞了出来 到了天空的高处 三人呢 这才注意到 这据点是建立在一座赤岩海岛之上 这座赤岩海岛周围是一片 连绵数百里的暗红色血沙海岸 在落日的余晖之下 是非常的刺目星红 叶琴是对这处荒凉的小据点呢 毫无探查的兴趣 当即呢 也不坐停留 驾驭着乌云丈 就往海域远方飞去 他的目的是要在血沙据点 找一处隐蔽安全的荒岛 作为接下来数十年里 炼制零根钳制丹 以及渡劫的场所 有人跟踪 叶琴忽然目光一冷 放慢了乌云丈的飞行速度 神色不变的纯音质 黄甫冰儿二人耳中 黄甫冰儿先是一愣 神识飞快地向后方早去 很快地便微微点了点头 跟踪 是谁要跟我们打架了是吗 白秀是一下跳了起来 神情是兴奋至极 但马上觉得有些不妥 是收敛起兴奋的神态 只是瞪大了眼睛 看着叶琴和黄甫冰儿 叶琴沉思了一下 脸上是浮出了一抹冷笑 他是全力催动乌云丈 化为一道乌虹朝海域远方 就急事而去 不好 那个叶长老好像已经发现了 我们跟踪 想要甩托我们 那怎么办呢 到了这个地步 要是咱们跟丢了 后果之严重 咱们担不起啊 要不咱们冲上去 纠缠住两个人 虽然咱们是金丹中期 比不了叶氏二人金丹 后期的修为 但逗起来应该不至于 一下子就溃败吧 少公主肯定已经得到了消息 应该很快会 帅领大批的万罗公修是感知的 到时候就能一举杀了他了 那就这么办 两人是相识一眼 心急之下也顾不了太多了 大着胆子就追了过去 其中一名男子呢 是张狗喷出了一口法力 到足下的顶级飞行法器 乌金缩上 这原本呢 就急适合飞行的乌金缩 顿时暴涨了速度 一下子就提到了最快 载着两个人呢 是直追叶氢的乌云杖飞行法器 不多会儿的功夫 叶氢急速飞到一处荒岛的上空 看似下并无人计 是驾驭着乌云杖 忽然自空中一折 同时啊 就寄出了一扁金无耀光剑 毫不留情地 朝身后追来的乌金缩 就杀了过去 皇甫兵儿也是没有丝毫耽搁 是打出了兵破寒光剑 坑姓月的拼了 杀 只要能纠缠住小八个时辰 咱们便有大功劳 两名万罗宫的金丹七修 是一剑乌云杖忽然折身 之后呢 叫两柄飞剑汹汹的杀来 不由的是冒出了汗然的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先缘 其中一名中年男子 真原相不要钱似的 往乌金缩中是灌输而入 朝夜秦二人打来的法器 就赢了上去 而另一名金丹七修士 随手也是打出了一柄 土戏原神法器 就追了过去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一道要么的金色光芒 狠狠的和乌金锁就相撞了 暴射出了大团的光芒 就这样 四柄原神法器 在半空之中就激动了起来 那两名万罗宫的修士 见自己的法器 抵挡住了夜秦二人的法器 不由得大喜 他们是知道 夜秦名气极大 实力也厉害 不求有功 只求拖延一时半会儿 可是谁知道 夜秦又抛出了一柄三尺长 几乎透明的水系飞剑 无声无息地打出 瞬间就扑斥一声 破开了中年男子的护体肛罩 在此人的胸口之处 就留下了数个窟窿 这名中年男子 可说是呼喜呼悲 紧接着就参加了一声 失去了飞行能力 直接从半空之中就跌落了下去 而另一名操控土系飞剑的修士剑座 顿时是惊骇一绝 转身变逃 皇甫兵儿岂会任他离开 发掘一架 兵破寒光剑立石就化为十六柄小剑 朝那慌了神的修士就围攻了过去 土系的原神飞剑防御力虽然强 但是被十六柄飞剑围攻 根本是无处抵挡 当场就被漫天兵剑绞杀 打成了大片的兵渣了 连那兵土系飞剑 也是节节寸断 暴射出无数的碎片 叶琴在乌云杖之上 是脸色阴沉的 看着那个中年修士的尸体 不管是什么势力盯上了他 他都必须查个清楚 否则一旦遭到暗算攻击 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报复那是无从谈起了 血沙据点传送阵处 一阵阵光滑闪过 三叔一名全身披着巨大灰袍 看不清面目的金丹七修士 一个接着一个的是陆续出现 他们一个个沉默寡言 行动迅捷 显然是一个势力囤伙的修士 纪律可说言明 这幅奇怪的场景 顿时是引起了据点周围修士的注意 奇怪了 往日里一天下来都不见有多少人来到这里 今天怎么来了好几拨人 莫非是来猎羊的修士 两名从传送阵附近路过的寻宝修士 见到这群金丹七修士是暗自嘀咕地交谈了几句 但是却不敢停留 那群灰袍修士中为首的一个人 尖头是停着一条一尺大小的低阶的灰褐色的蜥蜴 这条妖蜥蜴瞪着一双血红如宝石般的眼睛 顿时灵光闪动 忽然间她的弹蛇一吸 从半空之中漂浮着一粒微不可见的细小尘埃 顿时被她吸在了口中 而这粒毫不起眼的尘埃沙粒呢 始终悬浮在空中 而且风吹不动也并没有落在地上 那条蜥蜴吸食了沙粒 眼中红光更亮 兴奋着 嘶嘶地怪叫了一声 扬着枯瘦的小爪子就指向了一个方向 她嗅到了 那个方向还有这样的沙粒 他们果然来过这里 追 这群灰袍修士立刻就顺着蜥蜴所指的方向 纷纷驾驭的法器 以极快的速度 在天空云层高处是急速地飞行着 少公主 手下两人身上带了大量专门用于追踪之用的 无色无味的沙粒 并且咱们还有少公主这 悬沙稀负责追踪 那姓叶子就算逃到了天涯海角 也迟早是死路一条啊 其中一名灰袍修士 朝那个围首之人说道 这一伙灰袍修士 正是王世伟率领追杀叶琴而来的万罗宫 中金丹旗修士 他们那时已经乔装打扮了一番 半围了血海的寻报修士 这群修士的修为一半是金丹旗中旗 一半是金丹旗后旗 区区一个小长老也敢得罪本少主 本少主岂会让他死的那般便宜 等抓住了他先废了他修为 再好好地和咱们的叶大长老算算成一笔账 王世伟眼中是闪过了一丝含力 却听到旁边的一名修士 陈生说道 少主 前方术室里有一座荒岛 岛上遗留了有强烈的斗法过后的金兵法力气息 不过并没有发现活着的修士气息 跟随王世伟而来的 都是万罗公嫡系和庞系的金丹旗弟子 其中呢也不乏有经验老道的佼佼者 他们已经打起来了吗 快过去 别让行业的把他们给杀了 然后就会逃之夭夭 否则血海之大本少主上哪里去找他 王世伟文言的目光朝前方看去是 猛人一惊说道 其实他追杀叶琴的手段 便是那两名随身携带沙利的探子 这两名探子是一路撒下沙利 配合着洗食沙利的悬沙妖西进行追踪 除非呢是跟踪不上 否则从来都是万无一失的 王世伟一声令下之后 他们很快的便来到了一座荒岛之上 在荒岛之上呢 他们看到了两具尸骸 还有不少法器的碎片 王世伟肩上的悬沙妖西呢 在吸食了岛上的最后几粒沙利之后 也安静了下来 四下秀秀是没有任何动静 显然这附近呢 已经没有他喜欢的这种沙利了 死了 废物 王妃本少主花费了这么多心血 一小子全毁了 茫茫血海 血沙据点如此之大 让本少主去哪里找那姓叶的 王世伟看着那两具尸体顿时是满脸的冰寒 周围众多的万罗宫的修士一个个低着头沉默不言 生怕呀 气头上的王世伟 迁怒于自己 这位不是万罗宫的王道友吗 怎么 是在找我叶某人 我已经在此地攻好多时了 一个清朗淡漠的声音带着冷冷的嘲讽意味 从天空的极高处的云层之中就传了过来 只见一艘数百丈的战船从五千丈高处的云层 强烈的风缸之中降了下来 叶勤和皇甫兵儿三人驾驭着大翼战船 一直是驻留在五千丈的高空之中 天空有强烈的风缸 三千丈高空的风缸威力相当于高阶风系法术的威力 五千丈高空的风缸是小神通级别 风系法术的威力 越往上这股钢气吹的那是越厉害 修饰呢 那必须得有非常高的修为才能承受得住 驻街期的修饰通常都是在数百丈到一千丈的高空飞行 而金丹期的修饰挺多是在两三千丈高空飞行 再高就承受不住风缸的威力了 既然你们如此迫不及待送上门来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艘战船练好之后一直都没试过战斗威力 正好拿你们试一试 我这大翼战船的战力如何 叶琴见到是万罗宫少公主王世伟出现的这一刻 心中顿时那是杀意涌动 王世伟派人跟踪 还带了三十多名金丹中后期修士前来 想要做什么已经很清楚了 而就在叶琴声音落下之时 万罗宫的重金丹期修士不由的是顿时抬头看去 是完全惊讶 飞行宝船 不好那是一艘战船 带有大威力的灵炮 小心快散开 混蛋 这姓月的怎么会有小神通级别的战船 咱们万罗宫才打造了数艘而已 只有公主长老或者是援营老祖 才允许调动这样的战船 平时根本不多见 只有大战时才会拿出来呀 万罗宫的重修士呢 是心头亥然啊 他们大部分修士是没有亲眼见过战船的 可是这不等于他们不知道这战船的厉害 王世伟则见到数千丈的高空之上 一艘三百丈长的巨大青色战船 以迅雷之势往荒岛上压了下来的时候 顿时惊骇的那是面无人色 他足下飞剑光蒙顿时暴闪 立刻朝血沙据点的方向 就鸡舍逃窜而去 王世伟虽然是少公主 虽然为人狂傲无比 但也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之辈 他是自信有绝对的成功把握 才敢率领万罗宫三十余名金丹 中后期修士前来血沙据点的 可是现在一艘战船横空出世 事情呢已经是不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了 所以当他一眼认出这是一艘 小神通级别威劣的战船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惊骇欲绝 心头俱战了 所以呢 他是此刻毫不犹豫的 就欲见飞逃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